这天阳光明辈 鸟语花香 出去郊游是再合适不过 但史蒂夫一家并没选择如此 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这里 父亲的事物早就看够玩够 所以他们今天决定换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下界 答案最主要的是去里面挖地狱油 虽然埃里克斯点起火焰 传送门中央出现了激活状态的紫色光芒 对此小爱很是好奇 突然一阵诡异的犀利把小爱往里面拉扯 史蒂夫见状急忙伸手阻止 但还是晚了一步 埃里克斯顿时神色大变 拿起装备 从史蒂夫进入下界 可就在这时 传送门无缘无故消失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埃里克斯有些崩溃 以至于忘记手中拿的不是打磨石 还好史蒂夫及时反应过来 随我两人成功进入下界 并且很快就找到全坐在角落的小爱 但他们没高兴做久 史蒂夫就发现新的危险 那变成下界遍地的怪物 说着时那是快 下一刻恶魂的攻击便抵达他们身前 史蒂夫一家急忙逃离 途中小爱不小心断倒 别看恶魂攻击即将落下之际 史蒂夫挺身而出 就吓小爱 接连的危险让史蒂夫明白 逃跑是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他决定干掉恶魂 在埃里克斯的帮助下 恶魂最终迎来了死亡的命运 但危机并没因此解除 恶魂又出现了一只 史蒂夫当机立断 跳到恶魂身上 决定与之同归于心 他不舍得看着妻儿 保护在交代于焉 但他想牺牲自己 还在看埃里克斯同意不同意 就像史蒂夫仅仅接着前进 很快史蒂夫不过 便发现了自己的目标 第一游 两人顿时无比兴奋 而小爱对此却没有一点感觉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他正无聊时候 远处不然传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这让小爱很不安 他赶紧告知了母亲 埃里克斯的纹身看去 发现来者 竟是一群凶臣恶杀的朱灵 史蒂夫感冒上前迎敌 但没过两周 就被朱灵队长的玛丽打飞 并晕了过去 在醒来时 妻女皆被俘虏 至于朱灵为什么会袭击他们 是因为这片第一游 是朱灵所重 埃里克斯指脚后 想用精进换血安全 但朱灵队长却拒绝 当然放过他们也是可以 只不过要把小爱留下 埃里克斯自然不可能答应 但现在的情况 哪容他拒绝 之后小爱被带走 埃里克斯被打晕 史蒂夫想挣脱束缚 却救小爱 被朱灵划上手臂 也晕了过去 但在醒来 身边已无株灵们的踪迹 而史蒂夫夫妇 只能去寻找 毕竟女儿可在他们那里 在他们刚踏上 那段英灵魂纱修筑的桥 身后便出现了游猪兽 史蒂夫夫妇顿时大惊失策 急忙向前并跑 在一个拐角处 游猪兽没杀手车 掉进了岩浆 史蒂夫夫妇也因此逃过一难 这时史蒂夫提议 爬上峭壁 说不定能看到小爱 毕竟时间还没过多久 而正当他们登顶之时 眼前的一幕